这次继续找你的嘉宾有望浩南 主要集中和我们谈谈三只钢铁股客 马钢、安钢和重钢 三只股份都发出了刑警 见到走势今天也是弱的 大市要跌,他们也要跌得更深 马钢现在跌6%,跌过1号3 安钢也跌3%,重钢也要跌3% 先看看刑警的内容 马钢方面说去年刑转亏 要蚀8.9亿 安钢方面说去年的顺利要大跌 接近9成8只赚1.5600万 至于重庆钢铁方面 去年刑转亏要蚀10亿人 总结几间的钢企 为什么盈利要大减 甚至刑转亏要蚀钱 都是看宏观经济 疫情这些因素打击了钢铁需求 令到钢价就跌了下去 另外生产所需的能源价格 调转高企 以及环保的因素都导致到限产 归纳就是其实供需两边 两个层面都是弱的 结果造就到钢企 全年盈利就要大倒退 问回现在的情况 今年大家一看 欧美经济都似乎是放缓 中国这边就看着可能 在那个复苏 疫后复苏的动力 可能都可以保持得住 有没有刺烧比掌呢 又或者看着 现在整个钢铁的行业 他们的需求 甚至供应方面 那个复苏会是怎么评估呢 嗯 那个复苏我觉得都比较难行的 那因为几样东西 首先就刚才说到 根本的需求端 就都挺差的 那你说港铁 就是说水泥沙 那这样东西就一定 highly correlated 那如果你说整个 建筑行业 或者地产行业 就一定不好的 就算你说 现在说我救回地产企业 保交楼等等 那都不会好的 因为根本就 就算他们不破产也好 但是问题是 整个地产行业的去化率 跌得很厉害 大家的货走不了 那然后又不会 特别说去建一些 新的楼盘了 因为我旧货都建不了 那我建新楼来做什么呢 那所以对于 就是地产开工量的需求 就一定是有个 比较大的跌幅在那里 那而且就是你 看回其他一些基建 就是之前疫情期间 其实都很多是停滞了的 那所以为什么 这份业绩会出到这么差呢 我觉得这些原因为主 那你说再看下去 就是之后 有没有机会 会有个比较大的浮复呢 那你看回地产行业 所以你看到 就真的 不多不少 会有些救助的 那也会好一些 但是 就看不到前景有多明硬 开多少工 只能够想一下就是说 喂 我们在那个基建方面 会不会做多一点点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去看就是 就是这些企业的成本 你会发觉 同为资源股 为什么那些油股 煤炭股升得这么厉害 但是这些所谓的钢铁啊 那些什么油色金属 反而就跌了呢 那我发现其实这件事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需求端的问题 就是 你看到成本那边 又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 你发觉那些招煤焦炭 譬如电力那边 就是动力煤价 或者是这个天然气 其实你上一个季度都升得很厉害 那就算现在回了一些 下来都好 你看一下煤炭 其实都仍然维持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那所以呢 现在就变了就是 你需求端那方面 就不是很埋土 但是你那个成本就不停地上升 那所以呢 你看到两边多途夹击之下 就会发觉 其实这个销售呢 或者成本方面做得不好呢 就影响到盈利都失败了 那所以其实这几家公司 我想就是非战之盡来的 你就不能说经营得不好 其实这个大环境不好 所以就令到他们的公司 开始出现这些所谓的亏损 嗯 好了 这个就是大环境的情况 但是呢 你看到这些钢铁股 那其实说的 十月底的时候 就捉了底 然后也有一个反弹在那裡 那当然是反弹幅度 就是比起有些个别的股份 以倍数计 那他们不算是升得很多 但是说的反弹幅度 其实都说的有五成有六成的 就是说的由低位来去计算 但是过去一年当然 都还要回的 都还要跌的 那一转由低位反弹的憧憬是什么呢 就是看着防疫政策放宽 经济可以复赏 那那个钢铁需求一定会回来 特别当工业方面的生产活动 逐步逐步回复正常的时候 再加上可能在财政政策的支持 都会推动一些基建项目 虽然房地产那里可能都还拖着 但是始终有基建项目的 就是投入的话 那对于钢铁股来说 都一定有个支持的作用 那究竟这个理据是否成立呢 还是说这些离好因素 你觉得在过去接近三个月来说 那个股价里面已经反映了很多呢 反映就叫做反映了很多的了 因为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地产根本就没有估计 纯粹就是好像吊盐水那样 硬吊着有几家企业 就是特别的地产企业 就不死或者不资金爆裂 但是其实你看到经营面方面 都是一潭死水 我想大家这个都知道 听了这么久的长径节目 每个人都这么说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些这样的资源类的企业 好像就真的不是在这个周期里面 应该去买的意义 因为首先呢 我们刚才说过 比如国内经济或者成本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们再看的话 就是现在我们很明显 就是进入一个所谓衰退周期 就是你无论滞涨也好 或者衰退也好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通胀现在都仍然好像在上升 那特别就是那些一级 就是第一比方法 就是非常原材料 或者燃料方面的那些 升得很厉害 但是你落到中间一些 可能是夹心的公司 好像这些钢铁股 我就要买资源去提煉的 那又会夹在中间 然后你会发觉 因为经济衰退 所以导致到 开工需求 基建 又或者其他一些经济活动 减少了 就会令到他们的生意 亦少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放一些所谓资源股 在这些这样的钢铁股 都叫做另一堆资源股 的身上 你就会发觉 你好像周期就不是很适合去买这一种股份的 那你现在买下去 就不会完全没得赢钱的 但是很难受 那所以去到现在这个位置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一毫八 就是马钢 一个一毫八 这些位置弹上来 上到两个一最高 那你会发觉弹了一波上来 但是其实多少都已经是完全反映了 就是那个经济复苏因素 或者是大市的气氛转好 所令到这股份大浪 起一个比较好的复苏 但是既然派遷了 这些位置 你看到业绩又不是特别好 将来复苏 我又不是说太见到前景的 那我想市场上面 那么多棵树 那么多个选择 就未必一定要去选择这个钢铁股